古装热血剧《少年白马醉春风》 是一部群像剧 改编自周牧南同名小说 随后又改编了动漫 这剧是以百里东军为主线 加入了司空长风 雷梦沙 顾剑门等人的青春冒险故事 看过电视剧版的《少年歌行》 则以病若公子肖色为开端 建议先看看 因为如果是看过的话 会厘清不少的人物关系 但如果你直接入坑 看这部也是OK的 这部讲的是在《少年歌行》里的 老一辈的人物故事 是《少年歌行》的前传吧 该剧围绕着百里东军的 《少年闯江湖》故事 就是在《少年歌行》中唐莲的师傅 百里东军 侯明浩饰演 是正西侯府的独孙 不好诗书不读兵法 不学武艺却独好酿酒 只因和年少时被害的好友叶云 有过一个要成为酒仙的约定 但是他的命运却由不得他选择 最终还是开始学习武艺 以下是根据动画版 更为具体的剧透 百里东军 侯明浩饰演的梦想 是想酿出世界上最好喝的酒 他偷了自己家中的地气 跑了几百里来到柴桑城的地方 开酒寺 可一条长街 名为西南道 却已住满了煞心 只有他 真的是一个认真酿酒的小少年 西南道是鱼龙混杂的地方 因为顾家和艳家水火不容 还有其他势力也掺杂其中 他因此莫名地卷入了两大家族的纷争当中 在途中意外结识了流浪江湖 无父无母的浪客司空长风 夏之光饰演 就是少年歌行中萧瑟的岳父大人 他在这里和百里东军是好兄弟 帮忙照看酒馆 把不同势力的人赶跑 杀手组织暗和派出了苏木宇 他想拉拢顾家寻求合作 这个消息被百里东军和司空长风偷听到了 在白天 艳家派出一些人在酒馆试探 晚上又派出杀手 百里东军和司空长风都忙于应付着 在他们觉得自己胜算不高时 遇见了从天启城奔赴而来的雷梦莎 完颜洛容饰演 来助他们一臂之力 也就是少年歌行中雷无杰的父亲 百里东军因为感激对方的救命之恩 他决定帮助雷梦莎救出他的好兄弟 凌云公子顾建门 他是顾家的家主顾洛黎的弟弟 顾洛黎被艳家杀死后 一直被困在自己府中 不得出门 百里东军他也不是等闲之人 养着一个白蛇的灵兽 他们一行人借助白蛇撤退 途中遇到了杀手白梅和清歌公子洛宣北黎八公子之一 被称为八公子 还有琢莫公子雷梦莎 六皇子肖若峰 白树饰演 他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狼牙王 他们一行人逃至破庙 遇见了燕家的燕琉璃 原来燕家的计划是 先把燕琉璃嫁进顾家 在婚宴中打算杀了顾建门 那之后燕琉璃才能以遗孀的身份接管顾家 燕琉璃真正所爱之人 是顾建门的哥哥 已死的顾洛黎 他们一行人打算让百里东军去抢亲的 但百里东军说自己早已经有喜欢之人 岳阳 胡连心饰演 但百里东军还是决定去破坏婚礼 另外 装有顾洛黎的棺木的马车 被各方势力的人盯上了 先有柳月 朱正言饰演 公子也是八公子之一 也有魔教天外天的白发现 薛八一饰演 随后赶到的莫小黑 也是八公子之一 莫成公子 之前提到的洛轩也加入战局 白发现一人对多人的混战中 这时 岳瑶身边的紫衣侯 陈品言饰演 也出现了 召回了白发现 紫语记 又名紫衣侯 是天外天魔教的诱护法 莫其轩 又名白发现 是天外天魔教的左护法 原来岳瑶是天外天魔教的代宗主 北雀弟女 是燕家背后的靠山 北雀灭亡后 她的父亲在极北之地创立了天外天 后来在大婚中 揭穿了顾洛黎死亡的真相 原来是顾家的三当家勾结了燕家 谋害了顾洛黎 顾剑门杀死了顾三当家 大仇得报 顾家和燕家开打起来 白娇帮白无暇也加入了该混战中 结果是她逃走了 燕家家主燕别天也死了 她的亲妹妹燕琉璃也举行了明婚 这一切让百里东君见识了江湖的一些事 百里东君遇到了她的命定之人 月瑶 月瑶也在大婚中出现 只是男扮女装出现 作为惠希君的侄儿 名叫妖月 她是天外天代宗主 易容为妖月 她有一个长得与她一模一样的妹妹月庆 月青曾斥责自己的姐姐 叫她在明剑山庄不要忘记自己的魔教的正事 所以妖月 她不仅仅要保护白里东君 还要随男主一起去了求见大会 在去往大会的途中 见到了白里东君的舅舅 温壶酒 独舞双修职人 能将人化为血水 她的衣服后面有三个大字 毒死你 她带着外甥去见识了明剑山庄盛世 白里东君在明剑山庄 明镇天下 暴露了西楚剑法 也间接害死了自己的师父古臣 后来她去了雪月城 败入了天下第一李长生 秋心智饰演的门下 六年后 入贯绝榜前三甲 常年位居第二 成为了剑仙和刀仙 也成为了酒仙 因为她爱喝酒 白里东君重逢了 已经改名为叶鼎之和与饰演的叶云 少年歌行中 无心的爹就是叶鼎之 在月瑶和叶云的影响和激励下 白里东君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 和应当承担的责任 而月瑶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就是复国 她打算找到绝顶高手舞脉 在13岁那年 白里东君本来打算跟月瑶走 但她的师父古臣不同意 于是她与白里东君定了十年之约 日后她出名了 会回来找她的 后来白里东君带着月瑶成为雪月城的大城主 但白里东君被人算计 将月瑶看成了女魔头月青 最终被白里东君亲手误杀而死 往后的20年间 她借酒消愁 悟出了醉生梦死 爱情是悲剧 那事业线怎样呢 当然是邪不能胜正 多年之后 夜顶之遭人利用 发起了一场讨伐中原的战争 而白里东君则率领一众天下英雄进行抵抗 面对最好的兄弟 此时的白里东君并没有退缩 他既要救下这苍生 亦要拯救自己的兄弟 还有很多人物和剧情没有提到 不一一剧透了 留着给观众老爷们自己发掘吧 说一下该剧的八卦吧 动画版 不少粉丝说建模很好 直到看到这剧路透的剧照 剧迷们都说这剧是颜值的天花板 希望编剧给点力 剧情和颜值都双双在线吧 期待该剧早日播出 这期介绍到这里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